我今天沒有衣服穿 你整個阿典娜的樣子 Skotty 老婆要起來 你這早要拍Vlog 我想介紹一下我這件睡衣 是在一個品牌 是法國的 Lachat 是不是Lachat Lachat Lachat 我當時二十多歲 已經有買這個品牌 覺得它的品牌很漂亮 現在我明白為什麼漂亮 因為它很法式 而且我一早起床 看到這個景觀 就是看到這幅畫 我上次在巴黎買的 是不是很棒很漂亮 很棒 很棒 Skotty Skotty 你兩元餘 好 先煮早餐 很簡單的 所以我做餐 大家在拔尾一定要試試這個 Greek yogurt 再加Honey 是超級好吃的 我覺得如果你想吃有味的 甜的乳酪 就不要加那些什麼 士多啤梨 那些 因為那些味道太自然 其實吃甜的乳酪 本身是加蜜糖 是最好的 而這一種 它已經幫你混合好了 那我就會用兩瓶 然後我儘量 早上就會吃完我一天需要吃的生果 那我就在Costco 買了這隻奇異果 好像六個八毫九 夾子 對 便宜到飛起 時間關係 我多數都會設定 放在這個盆上 那裏 變成我早上 又不用弄髒的手 就這樣拿個羹 就滑它出來 那些汁都放了 跟那些乳酪 混合在一起 那就可以了 接著有Costco 買了一些盒藍莓 真的大盒到黏了 好像都是10元夾子 USA Organic 雖然不是Jumbo 但也很甜 又灑幾粒 放在乳酪 那裏 為什麼呢 我做早餐 或者吃水果 吃雪糕那些呢 我喜歡用一個平底的碗 這個也是特地買的 嘩 好吃的 在我背後 有另一幅畫 都是上次巴黎買的 巴黎鐵塔 和一個畫家 是不是好吃啊 飲品 有一點 有一點 蘑菇 有一點 嘩 不行啊 真的要整理一下 拍VLOG也不能這樣 立刻塗一下 野獅 對眼睛 很痠 其實想對眼靚 所以真的要加用 眼水龍 啊 這個眼水龍真的有點痘 有數種的 Peptide 好一點好一點 好 蓋上防曬就完成了 好 今天我只要選一套衣服 配上我的新手袋 這裡就是我最新改裝的衣帽間 我買了一些棍子 找人幫我裝 這裡有更多位置放衣服 然後鞋子就整齊放在這裡 不過無論怎樣也好 一個女人 對著衣櫃這麼多衣服 第一句話都會說 我今天沒有衣服穿啊 話說 我在東京最後那天 還買了一個手袋 是臨去機場之前衝去買的 就是這個 是不是很漂亮呢 我一直都想買一個淺色一點的Cali 它是28cm TZ皮 Hell Blue Color 金色 那麼 在日本買的好處就是 當時 即是現在的Yen都便宜了 那變了 而且我想他們經濟都差 變了他們這些二手袋 其實都是brand new的了 就說在二手店買 便宜過香港 其實Cali的炒價 即是便宜25% 同一個袋 那還要呢 在日本我今次買的這間 是還有得退稅的 因為有些 譬如我以前買在Cormato那裡買 是沒有得退稅的 這個還要有得退稅 都是便宜上加便宜的 那我就很滿意這個袋 那我今天就穿了全部白色衣服 今天帶大家去吃一個很棒 很棒的午餐 在Rosewood酒店裡面 但最棒的 就不是因為它酒店裡面 和它靚 是因為它的菜單 很滿意 這裡就是那間酒店 這邊就是餐廳 這邊就是餐廳 看起來都不差 但是它最棒的就是這個框框裡面這個Menu 就是27的意思是27元 有個3-course的Lunch Menu 其實不買飲料是值得的 但是你看這杯飲料很有水準 叫做什麼 Thai Lemonade 還有其他Cocktail都很棒 我覺得這個甜品真的多糖到爆 吃得多皮膚都老化 不過我就不管了 難道說27元一個Cocktail吃 塗抗氧化和胡菇品就好 最期待的行程當然是Shopping 這就是Downtown大街Robson的一間書店 叫Integral 它裡面就有一個Clean Beauty的Detox Market 在加拿大基本上只有它 是比較做一些Clean Beauty的東西 那我進去看看 看起來好像OK的 夠小的 看看多少錢 25元買了 這個粉絲很漂亮 這本Sketchbook也很漂亮 成份表排最多數是由多至少 第一個成份是Water 最多當然是水 排第二真的是瘋癲 竟然是丙耳順 禍量的話會引發皮膚炎 排第四那樣更誇張 是酒精 眼部產品怎麼會下這麼高劑量的酒精 又會乾又會敏感 醃眼 它其實也有一個好的成份 就是Mae 3這個黑醋綠葉提取物 但排到這麼厚真的很好笑 真是搞不定 之後我去Sephora看看 但我老公突然說不舒服 說陪不到我 你會不會在這裡 不用我自己拍 你會痛嗎 為甚麼 香水很厲害 香料 香精 看完這個成份表 真是不想走 排第一這個成份 一看就知道法學東西那麼長 會擾亂內分泌 還會對環境造成威脅 另外這隻Magnesium Ascorbi 是十幾年前才會用的一種維斯形態 是很差的 conversion又低 還有這個Phenosoethanol 是Mae Mae Ma 絕對不會入的成份 因為很容易致敏 哇這些成份表 真是問題多到我都沒有心機走下去 買衣服好過 售貨員叫我來這個 他說今天有一些second hand 還有Vintage 還有減價 太陽眼鏡 太陽眼鏡這麼黑 是嗎 是呀 其實我對眼睛真的很怕光 例如我現在站在陰的位置 我都會有一點點整齊 一點點光 我的感情感也是很高 所以其實我真的不太適合做model 只可以拍一些in-door 一開到out-door 我就這樣 不能出來了 你說是不是 就是戴上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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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壞人激一激 心情都沒有了 唉 還是回家換上衣服 帶Scotty出去玩先 沒有了 你像阿典娜一樣 走 走 全部狗跟著你 試試你的最好 好嗎 Scotty 去抓 好 Scotty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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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很好 來 來 來 玩一會兒 會成這樣 Scotty每次玩完回家 自己坐後座 有安全帶 做什麼 睡覺後腦 眼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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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晚餐 回家 馬上換衣服 曬了一整天 其實都挺累的 不過我其實還沒上班 我要晚上 八點起到凌晨一點 才叫上班 回家 沒有時間 但我呢 其實都會是 先洗臉 對 那 用先去煮 回家 好 晚上用什麼精華都沒有原念 維他命A 這個就是 Supa 塗完臉 一定要塗一隻眼 我用improvise night 早上就塗了精華 晚上就滋潤一點 塗過眼霜 那 要確定 選擇質感 千萬不要出油脂粒 不只是選擇質感 再看所有裡面的油份 會不會有油份 分子太大就會有油脂粒 那這個我最喜歡的地方 就是他有一個特別的成份 可以六個星期就大大改善 黑眼圈問題 因為黑眼圈是比較難搞的 當然他也有抗浮腫 還有呢 因為我現今次的褲太眼鏡 太重了 尤其是出汗 他一邊鮮下來鮮下來 哇 那這裡不是很容易被他扯下來 當然要保養 又順便看看Synergy 還有這個成份表 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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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種Peptide 不能騙 我覺得這種生活模式 要在晚上上班 都不是那麼理想的 尤其是對皮膚 因為始終 晚上應該早點休息 我還要上班 讓大家看看我的工作間 我選了這個窗台 做我的工作間 那 我亦都不需要很多位置擺東西 都是Paperless 那旁邊就裝了我最喜歡的玩具 有這一套入樽 我老公送給我的 好漂亮 好似台灣人做的 然後有小忌念 有那個BB 有鬼滅 我就最喜歡他的 練育先生 唉 要準備上班了 桌面我一定有個 防濫光眼鏡 這個我在香港 我的眼鏡店 叫亮目買 是日本設計師手做的 我超喜歡這個牌子 Yuichi Toyama 你不要看它一個這樣的膠鏡 其實它是很立體的 它這個邊位 是有深度的 是很漂亮的 雖然戴上有些低B 但我也覺得OK 但它這款就會有少少重 都是墜下來 變成我 由早到晚很多時候都戴著眼鏡 因為太陽眼鏡 外面那麼多 晚上又要防藍光 其實看電視 我都會戴防藍光 最後睡覺 我玩電話 都會戴防藍光眼鏡 要保護好眼睛 這個Mouse 我也想介紹給大家 Logitech 為什麼它這麼高 因為它是這樣拿的 因為平時的Mouse 是這樣拿 其實你拿得來 這個手腕就會很累 這個這樣拿 再加上你放在桌子上 其實就是一個比較自然的 手部動作的狀態 我暫時用了兩個星期 都覺得不錯 而且它的顏色又比較漂亮 平時的Mouse是這樣 其實你的手腕會有少少扭 這個就是這樣 對 手腕是很自然的狀態 這個大家見過 沒有什麼 這個充電器 我都有紙有筆 就錄下一些開會的重要事項 我都要開始上班 今天的One Day Vlog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看這類Vlog 就留言給我知 Bye